现在我们来谈最佳话的问题 要谈最佳话 我们就拿一个例题来解释 来我们看看 有一家饮料公司 一罐饮料成本是两元 那一罐卖五块钱 每个月就可以大约售出了四千罐 那么最近公司打算要涨价 但是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卖得越高 并不见得赚得越多 因为我们因为市场的关系 你价格越高 可能它就会影响到它的销售量 好 那么每增加一块钱 将会减少销售四百贯 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定这个价格的策略 那么能够让我们可以得到最佳的利润 那这种提醒 我们就称为最佳话的提醒 做这种题目 我们下期再见